我爱雏鸟三年 但我一直知道他心中有喜欢的人 可就在他同意和我回家见家长的时候 以为他被我的真心打动 却不想他晚上趁我睡着之后 委身于别的男人身下 你说会等我 结果现在要和别的男人订婚 雏鸟脸上带着红衣 一脸娇羞地将他的脖子拽下亲吻着 你都让我等了三年了 不想再等了现在这样不是挺刺激的吗 后来他在我订婚礼上大闹 说新娘应该是属于他的 我冷笑地看着崩溃的雏鸟 世上没有这后悔药啊 我一直都知道雏鸟心中有喜欢的人 却不知道会是堂哥临请川 第一次带雏鸟回家 我整个人是兴奋的 晚上和父亲多喝了几杯有了醉意 在醒来时是凌晨的三点 发现床上并没有雏鸟的声音 以为是母亲给他重新安排了房间 可看到床上的褶皱 明白他和我住在一起 担忧他因为换了地方没有办法入睡 便起床去寻找着他 家中没有人的房间 我都寻找了一遍并没有看见人 我想回房间拿手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隐约听见三楼传来雏鸟的声音 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心中泛起了嘀咕 楼上一般都是我办公的地方 除了堂哥临请川没有人会进去 难道他今天没有回去 这样想着脚下的步调也快了几分 刚走到门口里面传来的话音 将我想要推门而入的动作打断 雏鸟你就这么离不了男人啊 才几个月没去看你 你就要和他订婚了 临请川带着情欲质问的话语 让我心中一致朝着门缝望去 什么叫做才几个月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吗 要和别人订婚了 哪里还顾得上我啊 雏鸟刚开始还是质问后面直接哽咽了 身子也朝着林请川靠近了几分 想要找到一丝安慰 林请川从他的胸前抬起脸上 都是心疼和无奈 让你受委屈了可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爸不得全我只能通过 连姻才能在临时拼一把前程 我这样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你也不想结婚后和我妈一样 看别人的脸色生活吧 这时我看见一直带人温厚的堂哥 脸上出现了英智的表情 我没有想到两人会认识 更没有想到两人会在我家里背着我偷情 我和雏鸟才是情侣 也会在不久之后会订婚 而堂哥早在三年前 便被选中和许氏的千金联姻 他们两人怎么敢这么做 让林家和许家的颜面被践踏 我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愤怒 想要将门踢开质问里面的两人 可里面传来的话音再次将我的动作打断 更是让我崩溃不已 就是因为想要帮你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身边 调皮的此期我知信 你想不想来点刺激的 在他的家里我们恩爱会不会更给力 雏鸟话音落下里面传来了两人暧昧的笑声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是我的亲人 一个是我爱的人会这样背叛我 将我所有的尊严都踩在了脚下 雏鸟是我的助理 来我公司的时候是想应聘秘书 可他不论是学历还是经验都是 没有办法跟其他竞争者相比的 站在专业的角度上我选择了别人 他微笑地朝我鞠躬后转身离开 他身上的洒脱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 但只是一会儿我便继续忙碌着 等到一小时后烦躁的我来到楼梯间准备抽烟 刚低头便看见哭得气不成声的雏鸟 单单一眼我便认出他 我没有想到一个女孩会这么能哭 看着他哭着打嗝那小丑模样 想着将他放在身边也是有趣的 喜欢安静的我魄力让身边有了一个助理 这一决定让公司的员工都震惊了 时不时在背后议论着我喜欢雏鸟 知晓后的我坐在办公室静静地看着忙碌的雏鸟 他白皙的脸颊上戴着淡淡的红玉 一柳头发从耳边垂落将整个人彰显得知性又美丽 雏鸟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吧 一时间办公室里陷入了寂静 雏鸟一脸尴尬地看向我眼神中都是闪躲 我恨不得地上有个地方让我钻进去 这是我这辈子最狼狈的事 出神后将心里花问了出来更丢人的事被拒绝了 这时我才知晓雏鸟是有喜欢的人 只是那人不爱他 得知了他的经历我很心疼 直接将丢脸的事望到脑后 只想保护好他 从那之后我便将雏鸟捧在手上 慢慢将他的心融化 可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他的欲情故纵罢了 心中的愤怒越来越深 看着里面颠乱捣缝的两人气血直涌脑袋 在心中不断地思考着 怎么才能让两人自食恶果 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之后 我便不再看着恶心的一幕朝着房间走去 躺在床上才想起 林景川和雏鸟这么做不就是想要得到灵氏 那么让他们彻底与灵氏没有了瓜葛 计划就落空了 最后两人就会成为丧家之犬 拿起手机给秘书黎鱼打去电话 让他查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事情 挂掉电话之后又发了一条短信 安排了明天的约会 看着外面的微微亮起的天色 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希望未来你们还可以一直这么嚣张 刚将手机放在床上卧室的门被缓缓地推开 除了担心房门的响动将我吵醒 动作不由地放慢了几分 直到躺在床上我才听见他长舒一口气 原来他也会紧张啊 可为什么甘愿冒着被我发现 也要去和林寝川偷情 难道他就真的有那么好 在我疑惑之时 雏鸟转身将胳膊放在我的腰间 被这猛然袭来的动作让我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下一秒一股难闻的气息传入我的鼻腔 我瞬间睁开眼睛坐了起来不再装睡 望向雏鸟的眼神中都是恨意 他怎么能怎么敢这么嚣张 都在外面偷吃了 还不知道将身上的胃处理干净再回来 我的动作将雏鸟吓了一跳 脸上闪过了一丝心虚 眼睛里都是闪躲 只是愣神的空隙直接将手攀在我的肩膀上 怎么了是要喝水吗 那股不言而喻的味道再次传入我的鼻腔 我用力地将他的胳膊推了下去 雏鸟你做什么了身上的味道让我做 原本还在努力维持笑容的雏鸟脸上一将 神情中带着慌乱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再次听见雏鸟的声音 里面带着一些委屈 静语你是在嫌弃我 我只是在将你扶回房间后不好意思洗澡啊 你确定 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冷漠 看向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温度 这样的我是从来不会在雏鸟的面前展露出来 担心会让他对我有恐惧 像我所想原本还在漠不作声 低雏鸟现在已经是泪眼连连 若是之前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一定恨不得将他抱在怀中轻哄着 可现在只想远离他就怕晚一秒我就能吐出来 我起身要离开的时候 雏鸟一把将我的手抓住 声音中都是颤抖 林静语你怀疑我这是你家我能到哪里去 再说我身上有股男人的胃 怎么了难道你不是男人 你就这么相信自己的酒量 不会在醉酒后做点什么 或许是觉得自己说出来的话在里 声音中的胆怯慢慢消失变得红亮无比 我转头望向他脸上的得意酸色涌上心头 听着外面传来的脚步声 我将嘴里反驳的话语咽了下去 不希望家里人听见 来到公司之后我直接将自己锁在了办公室里 雏鸟并没有跟着我反而是 在下车之后便打车离开了 或许他还想着要让我给他道歉 再像之前一样将他捧在手上 抬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来回地揉捏着 想从昨天晚上的情绪中走出来 可拿起桌上的文件之后 愤怒再也忍不住地爆发出来 这是我让李宇调查的结果 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便出现在我的面前 雏鸟和林寝川在大学时就是情侣 两人经常去外面游玩 在三年前的时候 林寝川和雏鸟就像是分手了一样 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前 可还是耐不住李宇动用了人脉 从中找到了两人去酒店的证据 从前往后翻看着上面的 时间我嘴角勾起了一次笑意 雏鸟看着知性大雅 却没想到在私底下会是这么叛逆 前一天晚上在我的床上 第二天趁我去出差便出现在别人的怀中 怪不得每次我出差回来 他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迟见面的时间 刚开始以为是我离开前将他折腾狠了 让他生气不想理我 可哪里能想到他妈的 是在外面温满了别人 愤怒之下 我将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部推在地上 看着掉在地摊上的合照 我再也忍不住踩到了上面 我这么爱他 他说要吃成单的包子 就算是下雨 我也亲自去买 总是担心别人买不到他喜欢的口味 他说自己不开心 我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陪他旅游 他说他想要一个假 我就不顾父母心中所想的女孩 将他带回了家中 却没有想到他所有为难我的要求 都是在发泄着林寝川陪在别的女人身边 直到看着照片的脸颊被玻璃划出了痕迹 心中的怒火才消散了不少 突然脑海中想到早上收到的短信 我拿着桌上的文件朝着外面走去 刚到咖啡店就看到穿着 红色长裙的许岁欢坐在卡座里 我心中闪过了一丝不忍 许岁欢是林寝川内定的老婆 也是许家唯一的千金 当初在众多的适合人中 他独独地选中了林寝川 要是让他知晓了林寝川和他在一起 只是利用他 会不会伤心难过啊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和他坦白的时候 许岁欢已经看到了我 林静宇你在发什么呆 自己约着我反而迟到了 他说着嘴巴微微嘟起一脸生气地看着我 眼神中却闪过了一抹亮光 调皮的性子让我心中的郁闷消散 也更加确定了我的想法 现在不说难道要看着这朵美丽的花凋零 抱歉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事 所以我来晚了 什么事啊有没有难办的 要不让我爸出面 听到我这么说着 他瞬间坐着了身子 脸上的认真是我不曾看到过的 我张嘴想要和他委婉地讲述着 昨天晚上的事情时 却被他手机铃声响起打断是林寝川 我眉头一皱 眼神中都是恨意 但更多的是担忧 可接下来两人的通话让我心中一致 许岁欢回他话时 就像是在公事公办 没有一丝甜蜜在里面 许岁欢挂掉电话 看着我 愣神伸手在我的眼前挥了挥 你怎么回事不是迟到就是愣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这么心不在焉 让我猜猜是不是和林寝川有关系 你说吧我能承受得了 他脸上的情绪不像是伪装的 我放心下来 将昨天晚上监控中的画面 放在了许岁欢的面前 里面两人的对话 很清楚在卡座中响起 直到两人的对话结束 我连忙将手机拿了过来 不让他看见恶心的一幕 你想告诉我 是林寝川在利用我 不仅想要许氏集团 还想要灵氏 和聪明人说话 从来不用打官腔 我点点头 将雏鸟是我女朋友的话 说了出来 说话的时候 我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愤怒 却只见他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 在得知男友出轨后疯癫的模样 反而是一脸无奈地看着我 所以你是在担心我被骗 也害怕说出来 我会接受不了 他诚实的话语 让我瞬间掖住他都猜到了 许岁欢将桌子上的咖啡端起来 浅尝一口 眼神望向远处 他以为他是在利用我 殊不知他才是被利用的那一个 我竟然是堂哥女朋友的备胎二 从咖啡店出来 我整个人还是猛的 但心情好了很多 在林寝川和许岁欢在一起的时候 许富就已经调查了林寝川的感情史 知晓他有一个女朋友 但是答应他会分手便也没有深究 原本以为林寝川为了利益放弃 却没有想到他一直都在哄骗着许富 就连雏鸟和我在一起 也是因为害怕 许富发现两人的奸情 想到的计谋 一时间我都要被两人的爱情感动了 只是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接受来自两家人的愤怒 回到家中心中 开始筹划着和许岁欢的计划 消失了一天的雏鸟 在这时给我打来了电话 林静宇我都生气了 你都不来哄我是不是不爱我了 他委屈的声音传在我的耳中 让我泛起了鸡皮疙瘩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他是这么矫情的人 也是要是以前 我怎么会舍得让他生一天的闷气 在他生气的第一个小时里 我就已经抱着玫瑰花出现在 他家门前说着我爱你的情话 现在没有等到 也是难为他主动打电话了 不想哄爱 怎么生气怎么生吧 你是不是有病 既然这样你就别来我家 以后也别见了 听着里面传来嘟嘟的盲音 我脸上都是讥讽 去他家 我难道不是只能站在门外观望着 他每期名曰 女孩子在家都是自由的 内衣内裤乱扔 不想让我对他的滤镜碎掉 每次听到他这样的话语 我总是停住脚步 不往里面望着 现在想想他只是不想让我看见 里面属于他和林寝川的情侣用品罢了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我从自己的思绪中走了出来 信息是离语发来的 是一个躲在墙角处拍来的视频 林寝川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整个人打理得很是帅气 视频上的他只是敲了一下门 雏鸟就从里面迅速地打开了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我脸上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原来打电话过来 并不是想要我道歉 而是试探我要不要过去 被自己之前最信任的人这么伤害 就算是在恨心中也是止不住的难过 我双手紧握眼睛里不满血丝 递看着林寝川担心有人跟着 还在关门时留着一个门缝不停地向外望着 怪不得之前让雏鸟搬来和我住 总是被他拒绝 不是担心我看见他的小邋遢 而是担心和林寝川见面的机会会少 想到此处 我拿着手机朝着雏鸟家走去 凭什么让我这么痛苦 两人却是恩爱无比 又凭什么他们的快乐 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来到雏鸟家门口 听着里面撞击的暧昧声 心中就像是被一根刺狠狠地扎着 痛还无法拔出 再也无法忍受 我直接敲响了他的房门 里面的声音有一瞬间的消失 下一秒便又恢复了动静 我再一次被忽视 直接将敲改成了杂 终于里面传来雏鸟不满的声音 我不是备注了 外卖放门口就行了 敲什么敲 小心我投诉你 雏鸟 是我动物里面传来众无落地的声音 想来使灵请川被踹到了地上吧 心中的阴霾消散了不少 等到雏鸟开门的时候 已经是五分钟以后 看着他脸上的潮红和额头上的汗水 我恶心地向后退去一步 雏鸟看到我的瞬间 先是低头看向我的手中 见着没有礼物和鲜花 原本带着笑意的脸颊慢慢恢复了淡然 你不是不来我家了 现在又来是不是知道自己错了 他眼神不断地往房间里瞟着 身子却在防止我突然闯入 说话声中还是想要拿捏我 我只是想恶心一下他们 并没有想着真和他道歉 我错了吗 这三年都是我在哄着你 却连你家的房门都没有进去 你不觉得可笑 说着我便朝着他走近了几分 雏鸟脸上瞬间出现了惊慌 他直接将手抵在我的胸膛 声音中都是愤怒 林静宇 你有病是不是 你做错了不是来哄我 反而是来质问我 滚出去 我不想再见你了 听到他的话我瞬间气笑 感情我在他这里 就是一个妥妥的情绪用 需要了招之则来 不需要了挥之急去 心底留着的那一抹美好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我直接让林宇去人事部 给他办理了辞职 还让他找了个错处 将林请川赶到了分公司 这样才有机会 给我们时间调查 就在下午接到通知的两人 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办公室 林静宇 你真的想分手 竟然将我辞退 雏鸟脸上都是不可置讽 看向我的眼神中 带着楚楚可怜的泪影 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林请川看到雏鸟委屈的样子 心中涌上了一抹心疼 静宇 她是你女朋友 做得再怎么过分 坐在我的对面 声音中都是唇厚 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基于弟弟女朋友的畜生 我在心里冷吃一声 这要是换成你名义上的女朋友 背叛你 说不准你比这个做得更绝 脑海中瞬间闪过了许岁欢 和我开玩笑说的话 只是一瞬间 我便将这样的想法抛出脑外 不管她说和我在一起 是不是真心的 但最起码在现在是不可以的 我们两人现在感情的漩涡中 所有的决定都是茫然冲动的 不能为了报复而去报复 大哥 你说你的女朋友身上 有着不是你留下的痕迹 你会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这样水性洋花的女人 谁要 我一脸讥讽地看着两人 林景川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让她一时没有察觉 等反应过来 话已经说出了口 她转头看向雏鸟 肩胎一领处 有着一抹若隐若现的红痕 脸上出现了一抹懊悔 想来应该是后悔 自己怎么就没有把控住 自己给留下了印记呢 我以为接下来 两人会慌乱地解释 可她说出的话 让我彻底见识到了 她的不要脸 静语 你这瞎说什么呢 这不是你前天晚上 你在家折腾的 林景川恢复了淡然的状态 解释着前天晚上 看见我将雏鸟 抵在墙上积稳着 形容当时的情景 让我这个早已体验过 封城的男人脸红了 要不是家里按着监控 我都要差点相信 她说的鬼话了 但现在和许岁欢的计划 还没有开始 绝对不能现在 将两人的事情拆穿 是吗 那到底是我年少轻狂 舍不得那块肉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也因为一时的误会 让两人错过 犯不着将她辞退 林景川在旁边劝说着我 原本不让我外掉的话语 也终是没有说出口 最后在两人的烦躁之下 我直接下了逐客令 就先这样吧 一旦订婚就有好多事要忙 上班无暇顾及 我的松口 让两人脸上出现了笑容 雏鸟更是走到我的面前 将我的胳膊抱住 那我今天晚上聚你那里 给你做我拿手的饭菜啊 我没有回应他 转头望向林景川 看见他双手紧握 嘴唇紧敏 极大的控制着自己 在我抬手的一瞬间 林景川站起身子 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他背影消失在眼前 我嘴角勾出了一抹 胜利的笑意 雏鸟 分手吧 雏鸟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说出分手的话 还在和我分享 晚上做什么菜的话语 将在嘴中 看向我的眼神中 都是不可置信 不愿与他撕扯 我直接将他的手推了下来 发现他们偷情的那天晚上 我就想着分手 只是心中的不甘 让我一直没有办法开口 现在计划已经只差一步 我也就不用和他虚伪 毕竟林氏集团的总裁 不能爆出一句不利的话语 一旦失误万劫不复 接下来的事 不可能瞒得不落风声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风险降到最低 那天在咖啡厅的时候 许岁欢就表示 想要报仇 就是让他们两个一无所有 他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很快我们俩就确定了计划 先将雏鸟赶出林氏集团 再将林景川外派出去 到时候就算两人 传出什么样的丑闻 也就不会影响到林氏 而许岁欢则会在事情爆工之后 让公司宣布 和林景川的婚约是无机之谈 真正有婚约的是我林静宇 这样两家公司的颜面都能保住 也能让两人付出代价 林静宇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说过会娶我的 结果现在要分手 你是不是忘了前天晚上 你刚把我领回家里 是不是你爸妈嫌弃我 你说啊 我告诉你 我们分手是不可能的 不然你就试试网报的滋味 看着接近封边的雏鸟 我一脸失望地看着她 是我之前太爱她了吗 怎么就没有发现她会这么无赖 你觉得你的威胁对我有用 我将她当初在学校 仗着林景川的身份 在学校霸凌女孩 直到那个女孩不堪受辱 跳楼而亡的照片 放在了她的面前 当时别人都爱着林景川的面子 不敢将证据放出来 让她逃脱这么多年 直到许岁欢恶狠狠地 说着雏鸟的名字时 我才知晓了 为什么她会选中 毫无掌尽的林景川 她是在报仇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要我的 可她明明是自己跳楼的 为什么你要将这样的错误 安在我的头上 我承认当初只是将她的衣服扯去 可我也没有逼着她跳楼啊 真的和我没有关系啊 雏鸟看着我没有回应她的话 整个人变得慌张不已 极力地和我解释着 却没有承认自己的做法 有任何的不对 我死死地盯着雏鸟 不敢想象自己当初 到底为什么爱上这样蛇蟹的女人 只要分手 这些东西就都还给你 不要 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 以后我都听你的 我觉得恶心 雏鸟看着我态度决绝的样子 只能选择灰溜溜地离开 办公室里陷入了宁静 我将刚才雏鸟和我说的话 发到了许岁欢的手机上 在我将手机中的视频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就已经将录音打开 只是她只说了自己扯了衣服 根本没有威胁女孩跳楼 这样的话语 不能将她的罪责定下 我在心里盘算的时候 许岁欢给我打来了视频 只见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她说的太简单了 那么一个开朗的人被逼着跳楼 她怎么敢说得这么轻松 你别激动 等他们乱了方寸的时候 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 在我的安慰下 许岁欢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了 原本想着我和雏鸟闹分手的事 会让两人心生警惕 不会轻易见面 却不想在第二天晚上 便接到了黎语打来的电话 雏鸟和林寝川进了七星酒店 两人一前一后 刚进到房间 两人便拥抱在了一起 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知晓我们的机会来了 我让林宇将照片分别发给了父亲 许父 还有二叔 然后给许岁欢打去了电话 等半小时后 我们五个人已经站在了酒店的楼下 父亲和二叔脸上都是阴霾 望向许父时眼神中都是愧疚 林叔叔 你不用觉得林家对不起我 就算是没有了林寝川 不是还有林静宇吗 既然看着许岁欢脸上 没有多伤心的表情 就明白林寝川被踢出局了 五人在楼下商量了一番 决定让我们小辈解决 而他们回去更改联姻对象 将损失降到最低 看着他们离居的背影 我和许岁欢对视一眼 便朝着楼上走去 刚敲响门 里面就传来了林寝川愤怒的声音 在家得防着林静宇 出门还得被打扰 都不想活了吧 在他不情不愿中开门 看见我们的瞬间便想关门 被父亲留下来的人压在地上 林寝川原本嚣张的脸上 现在只剩下了慌张 脸色慢慢的变苍白 汗珠一点点的滴落在地上 岁欢 你怎么会来这里 不是你看到的样子 林寝川身上围着一条白色的浴巾 房间里散发着一样的味道 不管他怎么解释 都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看着我们两人无动于衷 他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不是我看到的 那是你瞎还是我忙 让我看看是哪个女人 能让我许岁欢 丢这么大的人 许岁欢一脚将林寝川踢开 大步朝着床那边走去 林寝川拼命的想要挣扎 开两人按压着的手 无论怎么做 也无法阻止许岁欢的动作 那只是我花钱找的妹 你们应该不想让他到别的地方 胡说吧 林寝川看着许岁欢停住脚步 脸上露出了得意 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我们拿捏 却不想他的话将许岁欢激怒 直接走到他的身边 用力甩下巴掌 清脆的声音 让他脸上出现了不可知性 或许是觉得就算自己做错事 许岁欢也得看在林寺的面子上 原谅他 可他不知道 在楼下的时候 他的命运已经被改变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林寺的长孙 可就因为他的爸爸是老二 公司交到了老大的手中 让我这个比他小六个月的弟弟 做上了总裁 他这个当哥哥的 只能做我的属下心存不满 可他不知道 他并不是我二叔的亲生儿子 而是从外面带回来的 自然林寺是不可能交到他的手上 为了不让他觉得自己是外人 二叔将所有的错误 都揽在自己的头上 你是觉得我许岁欢 连一个花钱的妓子都比不上 许岁欢你有病吧 豪门世家那个男人不在外面胡来 你要是接受不了 那就别找上门女婿啊 好啊 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没有关系了 林寺川被许岁欢说的话愣住 他想不到许岁欢 赶在订婚的前半个月会提出退婚 他开口准备解释的时候 被许岁欢转身 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在他走到床边的时候 我的眼神也落在了床上 只见白色的被子下微微隆起 身子在不断地颤抖着 许岁欢眼神一鸣 眉宇间都是恨意 用尽全力将被子扯开 雏鸟一身赤裸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双手抬起来 护着自己重量部位 你有病啊 就不能等我们出去之后再见 雏鸟脸上的愤怒 在看见我的瞬间僵住 一脸惊慌地想拿上衣服穿着 可许岁欢又怎么能够入了他的院 直接拿起手机拍着他狼狈的模样 你做什么 这是犯法的 犯法 你也知道是犯法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欺负小如 让他不堪受虏跳楼 雏鸟疑惑地看向许岁欢 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丝一样 可他失望吗 小如是照顾许岁欢保姆的女儿 整个人青春靓丽 很适得男孩子的喜欢 同样许岁欢也是喜爱的 更是将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 只是没有想到他只是出国留学一年 回来再见只剩下冷冰冰的墓碑 在调查之下 才知晓雏鸟担心林请川会爱上小如 便明里暗里地折磨着他 直到最后一天 在卫生间将他的衣服脱下 叫来几个混混欺负了去 还让人将视频拍了下去 成为压死小如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是他心里承受能力差 被欺负的人多了去 怎么就只有他死呢 说明他该死啊 雏鸟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声音中都是嚣张 或许是觉得只要有林请川在 就不会有人将这样的事曝光出去 这一次林请川护不住你了 他已经不是林家的人 也没有人给他面子 我眼神邪逆地看向他 做错事的人就得接受惩罚 谁也不例外 雏鸟听到我的话音 整个人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地看向林请川 林静宇 雏鸟出现在我的床上是我对不起你 但你不能不认我这个哥哥 不然你会被别人耻笑的是吗 可你本就和林家没有血缘关系 你想毁了我 那就注定会被踢出局 我嘴角勾起了笑意 脸上都是对他的亲面 这么多年了 精明的人都能看出 长辈对我们除了亲情上面 别的事还是有差别的 只是他一直以为 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就算是挨骂 也只是别人嫉妒他 从未深想自己的身份 不愿和他在这个事上面撕扯 我直接将林氏发出的声明 放在他的面前 不可能 我是我爸最疼爱的孩子 怎么可能不是他亲生的 是你 林静宇是你对不对 你觉得我抢走了雏鸟 所以才想用这样的方法报复我 可雏鸟本身就是我的女人 让他陪在你的身边 已经是我的仁慈 你怎么能不知好歹呢 林静川不敢相信的 看着眼前的证据 声音中都是颤抖 可雏鸟接下来的话 直接让他崩溃不已 是林静川威胁我的 他说我要是不和他在一起 就不能嫁给你 我是没有办法的 我那么爱你 不能嫁给你 我怎么能甘心 都是他 我错了 基于我该在他提出来的时候 我就不应该怕影响 你们兄弟感情 默默地承受了 雏鸟巧舌如黄的话语 直接让我惊呆 我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不要脸 就在我想要踢开他的时候 对面的林静川 也被他惊到瞪大眼 贱人 你敢背叛我 什么都不是的野种 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 上一秒还在恩爱的两人 在这一刻变成了生死敌人 看着两人互相攀咬的场面 我心中涌上了一抹快感 两人争吵的话中 我和许岁欢 也知晓了小如的真相 原来林静川在学校 不仅喜欢雏鸟 还看上了小如 但更多的喜爱 试点了雏鸟 但是男人嘛 哪里有不偷心呢 林静川想要和小如 约会住酒店 被小如拒绝 想要强制执行 又怕林家长辈知晓 只能每天出现在小如面前 拿钱诱惑 几次下来 发现小如真的对他没有感觉 男人的脸面受到了挑战 他直接选择 利用雏鸟为自己报仇 而雏鸟觉得 自己调到这么有钱的男朋友 怎么可能让他成为别人的男人 便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报复 而雏鸟出现在我的面前 也只是想让林静川有危机感 只要他敢对许遂欢动真心 他就会成为他弟弟的媳妇 让他之前的事全部曝光 听着两人自私的话语 我和许遂欢身上都冒出了冷汗 怪不得这两人都走到一起 原来是臭味相投 或许是两人都意识到了 我和许遂欢是他们彼此仅有的依靠了 两人纷纷朝着我们走来 初鸟拽着我的衣摆 缓缓地跪在地上 颤抖地说着 静语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好不好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看着这样不要脸的行为 我直接将他踢翻在地 眼神中都是嫌恶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和谁在一起都和我没有关系 不是的 我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我一脸可笑地看着他 曾经我有无数次想将他拥入怀中 与他共赴爱河 但每次他都出言拒绝 表示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女孩 想将最美好的一切留在没有纪念的时候 每次我和他在一起都只是表面折腾 喝口肉汤 真正的肉并没有吃到 现在告诉我怀孕了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雏鸟 你为了得到想要的简直连脸都不要了 我的话音落下 他脸色一将颓废地坐在地上 眼神中的光亮消失不见 看着和他这样我心中很是痛快 而此时许翠欢也将和林寝川退婚的消息告给了他 原本还在祈求的男人 下一秒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了精神 我和许翠欢等到警察到来 我们俩便消失在了酒店里 在林寝川和雏鸟争吵的时候 我们将他们的话语录了下来 直接发给了李宇 李宇到了警局将当初的事件说了一下 便将警察带来了 后续会怎么样 我没有去关注 毕竟我该做的已经做到了 剩下的就交给了许翠欢 只是没有想到原本应该会被判刑的雏鸟 却出现在了我的订婚礼上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礼裙 头上戴着头纱 一脸委屈地朝着李一台走来 林静宇 你说你会娶我的 为什么要娶许翠欢 难道你真的对我们三年的感情放下了 现场的众人听见有八卦可以听 所有的人都竖起耳朵想看林氏的笑话 就在我张嘴想要解释的时候 许翠欢抢过四仪的话筒站了出来 我不知道楚小姐怀着别人的孩子 来到这里质问我的未婚夫是什么居心 但你境外执行 在家一个扰乱秩序 会怎么样雏鸟脸上出现了苍白 这时我才知晓她当初说怀孕是真的 在审判的时候 她将怀孕的证据摆了出来 让她不用遭受牢狱之苦 怪不得许翠欢从那之后 便不再提两人的事 原来是心中的不满 没有办法平衡 只能试着接受 雏鸟身子摇晃了几下 再抬起头脸上都是悔恨 我就想问一句 如果当时我没有背叛你 现在订婚的人是不是我 我盯着她的脸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肯定不是 因为许翠欢想要报仇就会联系我 让我知想她的人品 在三观和爱情两者二选一 我一定选择三观 两人的观点不同 那感情也不会长久 被眼前的景象迷惑只是短暂 迟早有一天会被拆穿 不是许翠欢看着我回答得干脆 皱着的眉头瞬间落下 露出了一丝甜蜜的笑意 她走过来将我的手牵住 眼神中闪烁着爱意 以后我陪你碎碎年年 年年欢喜好不好 好听着她的话我笑出了声音 原来被爱着是这样的滋味 昨天晚上许翠欢躺在我怀中的时候 我才知晓如果没有出现小如这件事 我就会是她争抢的对象 我忽略了雏鸟的视线 伸起手在许翠欢的鼻头上 轻轻地刮了一下 表示着自己的爱意 第一张碗 第二张破碎的爱 在娱乐圈这些年 影后妻子拍了很多尺度大的三级片 夜内人士纷纷骂我接盘侠 我只是摇摇头笑笑 她在片场与鲜肉拥吻飞闻缠身 在深夜小巷被狗仔拍到与人调情 甚至被爆出在夜场点了小鲜肉挨个掐屁股 我质问无数次 她只不以为然挑眉激笑 你选择了我 你就该接受我的职业式演员 这些都是我为了入戏 提前和他们培养感情 你应该为你有这么好的妻子感到骄傲终于 我不再在乎 你好离婚协议书准备离开 她却慌了 问我为什么 我淡淡一笑 死之前 想为自己活一次阴雨景的生日 我为她准备了她想要很久的生日礼物 结果等到凌晨 等来的却不是她收工回家的讯息 而是网上突然爆出当红女明星阴雨景 怒点18个小鲜肉 我匆忙去车赶往现场 看到她喝得醉醺醺 手正掐灼其中一个小白脸 笑得满脸兴奋 借我进来 包间里顿时一片死寂 有人轻轻地扯阴雨景的衣角 她不耐烦地回过头 干什么 没看到我正安慰人的吗 她恰好与我对上了视线 没有任何愧疚 她的眉头反倒皱得更狠了些 有些不耐烦地往后靠了靠 叹了口气 你来干什么 公愁交错间 我只在她的脸上看到了厌恶 以及周遭无数人 那或看好戏或嘲讽我的眼神 我身上藏着的那本剧本 就再也不想拿出来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说 阴雨景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知道她说 这不正在过生日吗 我所有想说的真心话 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挑衅 阴雨景随意拨动了两下她的头发 人群中有人发出惊呼 鱼哥 你流鼻血了 我抬起手一碰 黏黏糊糊的 还温热着 倒是不痛 就是看到阴雨景那丝毫未动的神色 心里头憋屈 回去吧 见血了多晦气啊 她说 我正跟剧里的男主搭戏呢 你来闹这么一出 多难看有阴雨景的发话 没有人再搭理我 公愁交错 热闹非凡 他们又开始玩起来 闹起来 我一人站在人潮之中 却显得孤零零的 尤其可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阴雨景的生日 就变得与我无关了起来 如果有一天她知道了 这将会是我为她过的 最后一个生日 会不会有些遗憾 错过了这个生日呢 我是在半个月前 得知自己爱症晚期的 彼时阴雨景刚刚进族 我第一时间给她打去电话 想求的安慰 接电话的人却是她的助理 雨景姐刚开拍 哥你有什么事 直接跟我说好了 可我挂断电话 就在网上刷到路人爆料 说她在片场跟男主拥吻 在没有拍摄的时候 就有那么巧 助理正坐在她旁边 不远处打电话 我也算小小的露了个面吧 尽管没人在乎 我露不露面 那之后 我没再联系过阴雨景 她也从未主动联系过我 她和那个男孩打得火热 根本想不起来我 她叫什么来着 谢四年 是她公司新签的 让她多带带 可这一带 就带到了床上去 哦对了 连她去夜店 连小鲜肉都带着她 刚才还坐在她旁边 要舞杨威的冲我几眉弄眼呢 我坐在吹着晚风的阳台上抽烟 一根接着一根 鼻血控制不住的一指流 浸透了卫生纸 阴雨景凌晨三点回来 看到我面色如鬼 好似被吓了一跳 你还没睡 她按开灯 结果我手中那支烟 狠狠地吸了一口 然后疲惫不堪地坐在我的身侧 叹了口气 心里有一场 是我和谢四年闹别扭的 我跑到夜店点小鲜肉 她来吵架 然后挽回我 她始终找不到状态 所以特地带她来体验一下 阴雨景大概是良心发现 就卓夜色特地解释了一番 解释后还关心了我一句 你脸色这么不好 感冒了 我知道 她这是回归现实了 和她在一起的这些年 她总是两极分化 她是体验派的演员 几乎演一部戏 爱一个人 肉系时 我就比垃圾都还不如 可若论爱 她对我没有吗 也不尽然 我抬了抬眼皮子 有些疲惫 我问她 阴雨景 这样的日子 你希望我过到什么时候 看着你一边又一边的出轨 看着你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别人 说实在的 我受够了 这接盘侠 有点不太想当了 阴雨景瞬间阴了脸 猛地站起身 月光照亮她半边脸庞 可另一边 却处于阴翼之中 她笑了笑 语气说不出的机翘 于子静 你选择了我 就该接受我的职业 是演员 做演员 就是得入戏 我是体验派 这就是我入戏的方式 如果不能接受 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求婚呢 因为真的喜欢 真的爱 我算是圈子里 有点小名气的导演 认识阴雨景的时候 她还在拍三集片 别人提起她 皆是满脸嘲讽调侃 她说 只有我是拿她当个人对待的 那时候 我有点才华 但身无分文 手里头有一部电影 拉不来投资 我喝了不知道多少顿酒 喝到未出血 是她联系了自己 之前合作过的投资方 让喝多少就喝多少 最后替我找来了投资 那天晚上 我背着她 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听着她在我背后嘟闹 于子静 你就说我牛逼不牛逼 晚送中的茉莉香 从她身上飘过 我们俩一起笑得像个傻子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了 没几天就被爆出来 全网都在嘲讽我 为了钱甘愿当街盘侠 连演三集片的女人都敢谈 我们俩干脆 大大方方的牵着手 出现在公众视野 舆论过大 导致电影被投资方撤掉投资 我一罪方休 是因雨景一巴掌打醒了我 于子静 实在不行 我给你投 我当你的金主爸爸 他亲近了自己的所有存款 还找圈内好友 借了不少的债 他做女主角 我们把电影拍了出来 这部小成本的电影 不仅赢得了极高的上作率 还拿下了当年的 好几个国内大奖 我们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拿下最佳女主角那天 我向他求婚了 他看了我很久很久 最后说 于子静 你要记得 我是个体验派的演员 因为他这句话 漫长的七年婚姻中 我一直忍受着 他不断出轨的现实 可如今 我忍不了了 以前觉得 为了爱情可以忍受一切 我吸了口烟 鼻血从湿透了的纸巾里 滴下来 砸在地上 头有点晕 我闭上眼 才能继续说道 现在 爱已经被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 就忍不了了 离婚骂我说 应于静给了我一个巴掌 他的美甲挂在我的脸上 划出很长的一条血口子 鼻子上塞着的纸巾 也被他打掉了 鲜血仍然没止住 往下流着 他嫌恶地缩回手 用恶劣的语气说道 于子静 你这个骗子 别装出一副自己很可怜的样子 好像在这段婚姻里 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他嘲讽地看着我不断往下滴的鼻血 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心疼 相反 满是猜忌 怎么 你打算到时候爆个料 告诉所有人 你生着病还被我打 还是这鼻血 干脆就是被我打出来的 我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一股男人的冲动 让我抬起了头 终于脱口而出 应于静 我快死了 我想过无数遍 听到这个事实后 应于静会有的反应 他会不会抱着我难过的哭出来 会不会无比后悔这些年 和我待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 会不会 但我唯独没有想到 在起初的争论之后 应于静骤然一扯嘴角 笑了出来 他笑得眼泪都出来 于子静 你真是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啊 就这么想和我离婚 他择了一声 抬着眉毛眼神中满事不屑 说出来的话 更是恶毒道令我微微颤抖 他说 死了就死了 你真当自己在我心中多重要吗 他的眼神是那样漠然 恍惚间 我有些怀疑 阴雨景真的还活着吗 我和他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那天晚上 阴雨景被谢四年接走了 他走的时候 连头都没有回忆下 只是说 我会找人清算财产 等财产分割结束后 我们就离婚 我枯作之日母出生 整座城市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可这人潮拥挤之中 我却只觉得自己孤独 来世间活着一遭 临到结束 既然连个爱自己的人都没能留下 我觉得自己十分可悲 第二天 我就收拾好了东西打算搬走 谁知 十天半个月 都回不来一次的阴雨景 居然连着回来了第二次 他的手里 还拿着一捧鲜花 是我最喜欢的满天星 从前我总是送他满天星 最开始他不说什么 谈起恋爱来 他才告诉我 满天星这种花多无聊啊 你要送就送我玫瑰 我还是最爱热烈的玫瑰 打那以后 我和他之间就不再出现满天星了 看到他手中鲜花的刹那 我有瞬间的心软 我忍不住的想 他是不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后悔 所以特地买了满天星来找我求和 可当看到这一地狼藉时 阴雨景脸微微一僵 他问 于子静 你爱真的 我没必要开玩笑 我和他 两道身影立在那里 被月光在地上投下奇长的暗影 互不相容 阴雨景滴滴地吃笑了一声 他说 那耽误我那么多年的青春 离婚礼物总得给我送一个吧 你新拿的那个剧本 我来当女主角 我这才恍然 他此行的真实目的 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舍不得 放不下 他的心中 最重要的仍然是他的事业 只是他哪里知道 那剧本本应该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是他亲手毁了自己的机会 门铃不洽实地响起来 阴雨景面露暴躁 从烟盒里磕出来一支烟点上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之间 看到我从门外迎进来一个女孩儿 阴雨景的眼神微闪 玄机明白了什么事的 将烟头碾灭了 语气冰凉 余子静 你什么意思 女孩叫周刘云 是阴雨景最佳公司 最近力捧的流量 她被戏称为小阴雨景 但也有人表示 人没拍过三集片 未来比阴雨景可气太多 他们俩确实长得很像 尤其是举手投足之间的气质 而亲眼看过周刘云演戏的我 知道她的演技远在阴雨景之上 她非体验派 而是学院派 所以我为阴雨景 量身打造的生日礼物 拿给她拍 没有任何问题 周刘云朝阴雨景笑道 阴姐 我来接近哥阴雨景阴沉沉地看着她 眼神里满是复杂之色 随后 她轻轻地吃笑一声 余子静 你故意的 拿这么一个货色来刺激我 想让我跟你道歉认错 你休想太冷漠地腻着我 好似我与她之间 有多大的深仇大恨 可我明明 只是曾经太爱她了而已 你想多了 我淡淡道 刘云是我新剧的女主角 刚定下来的 恰好她有套房子空着 我过去暂住一段时间 周刘云忙凑过来帮我搬东西 阴雨景站在身后 对我冷嘲热讽 人一小姑娘 能上赶着对你这个大叔这么好 剧本拿身体换的把周刘云一愣 处在了墙上 白色的墙壁 被处出了一个巨大的黑锅巴 她一点一点地磨着 面无表情 与子敬 你自己还不是在外面鬼混 有什么资格说我呢 随你怎么想吧 我已无力与她争辩 拖着东西便往外走 阴雨景却不放过我 你一个大老爷们 东西自己搬不了 车自己开不了 还非要找人来接你 还说不是故意跑到我面前来表演的 她那张艳丽的脸上 写满了力气 和我记忆中的她 是那般截然不同 我没坑气 到底是周刘云按捺不住了 她将箱子重重地甩到了后备箱 恶狠狠地瞪着她说道 英小姐 静哥的身体状况现在很不好 我是担心她开车开着 开着晕倒了 所以才主动请英来接她的 我和她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我只是觉得她 有点可怜罢了 阴雨景的脸 在烟雾缭绕之间闪烁了一下 旋即 她轻轻地冷笑了一声 你当我是三岁孩子 那么好骗吗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 紧紧地攥了起来 生疼 连一个和我认舍不到一个月的陌生人 都能对我如此关心 可与我同床共诊那么多年的妻子 却只认为我在威胁她离婚 多可笑啊 我什么都没再说了 只是沉默地坐上副驾驶 隔着薄薄的一扇玻璃 周刘云用可怜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然后朝英雨景说道 英小姐 希望你不要后悔 自己这样对她英雨景止笑 她有什么值得我好后悔的 我和周刘云的熟识纯属意外 故有介绍她给我 希望能给她一个角色拍 起初没有谈拢 因为那个角色是我准备给英雨景的 可和英雨景谈了离婚的第二天 我去医院复查 就那么凑巧地呼吁了她 我的检查报告被她捡到 她在医院门口等我 看见是我 整个人一脸震惊 嘴唇张得好似个鸡蛋 她说 于先生 你怎么会 还不停迟疑地望向手中的 那个扩散的癌细胞 我轻松地笑了笑 说 这事知道的人挺少的 请你帮我保守秘密 打那一天开始 我和周刘云之间就有了秘密 她帮我保守得很好 只是今天和英雨景对峙时 气上心头 没忍住多说了两句 她时常来找我 因为觉得我没人照顾 有点可怜 一来二去的 我们就熟人起来 但我知道 她并不是喜欢我 毕竟我一个快死了的中年大叔 有什么值得她一个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看上的 她只不过 是个善良的女孩子罢了 那天 周刘云把我送回她家 我们一路无言 直到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了 周刘云坐在沙发上 喝完一整杯奶茶 才按捺不住的开口说道 静哥 我忍了一路 还是忍不住了 你和英雨景不是夫妻吗 为什么 她会这样对你呢 我恍惚了一瞬 是啊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难道 她真的不爱我吗 我沉默地看着周刘云 轻轻摇头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事业 比爱情更重要 把周刘云捏紧了手 深吸一口气 再次重复道 静哥 我真的气不过 如果我做了不好的事 希望你不要怪我新电影开拍时 我的病已经非常不好了 医生强烈建议我住院接受治疗 但治愈的可能性 除非出现奇迹 由于再三 我选择将自己最后的时间 用在电影上 毕竟 这是我耗费数年精力 打磨出来的一部 拿奖可能性极大的电影 我有预感 它能为我的生命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场戏拍到一半 英雨景的助理突然出现 为大家分起咖啡来 周刘云没能拿到 不仅如此 当英雨景出现时 还当着众目睽睽 直接对周刘云冷嘲热讽起来 周小姐 这爬床得来的资源 没那么好拿吧 你就算是爬到天上去 也得要自己的实力接住啊 近日 因为我和周刘云的关系 剧组本就议论纷纷 听到英雨景此言 异样的眼神 更是将周刘云围绕起来 我以为周刘云会哭 但他居然只是轻轻笑了笑 说 英小姐 暂且不说我和静哥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就算真的是 那又怎样了 你没有资格再说什么吧 你和静哥 不是已经在谈离婚了吗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英雨景捏紧手中咖啡 浓唇的咖啡 自他指缝间流出 他气得说话声音变重 于子静 我说你怎么突然 吵着闹着要和我离婚 原来 你早就和这个女人 勾搭到一起了 是吗 他气不过 上前揪住我的领子 一旁助理 突然冲了上来 警姐 助理递出手机的手 微微颤抖着 您 你看这个 英雨景打到了手机 直怒不可恶地瞪着我 低声威胁 于子静 我能让你近身出户 你知道吗 警姐 助理快哭了 红着双眼 递上手机 静 静哥得癌症了 啪的一声 英雨景手中的咖啡落到地上 见了他一腿的黑 英雨景并不幸 短暂的凝制后 他突兀地笑了出来 又是哪个营销号胡乱写的 你看他那活蹦乱跳的模样 还有立即闹出轨 闹离婚 能是得癌症的人吗 再说了 就算人真的死了 我乐还来不及 不是都在说吗 成了前任 还不如当他死了算了 躺昂着头 眉眼之间满是傲气 可我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静看到他的眼皮 微微颤动着 好像是在竭力地 宽慰着自己什么 他蹲下身去 拿出纸 缓慢地擦拭着 自己腿上的咖啡 周刘云这个时候 端着一杯咖啡冲了过来 他揭开盖子 将咖啡全部倒在了 英雨景的头上 他气急地骂道 英雨景 你有没有心啊 于子静都要死了 你还在这里咒他 英雨景猛地站起来 要给周刘云一个巴掌 我忙冲上去 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 他却反手狠狠地扇了我一下 下一秒 英雨景的表情 猛地僵住了 他惊恐又慌张地瞪着我 不知所措 我 我没有很用力的 为什么 滚烫浓稠的鲜血 从我的鼻腔里 往外疯狂涌出 很快 滴在洁白的衬衫上 蕴染开来 像一大片的彼岸花 鲜艳 刺目 英雨景风了一般地扑上来 拼尽全力地 帮我擦着脸上的鲜血 可他怎样都擦不完 他颤抖着肘 一遍又一遍地擦着 擦得自己满手 满身皆是血 嗓音沙哑地喊道 为什么擦不完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终于 我抓住了他的手 轻轻地叹息一声 我说 别擦了 英雨景 我确实 快死了脑海里最后的记忆 好像是我晕倒了 英雨景发出一声 不似人声的尖叫声 瞬间扑了上来 人群如潮 一瞬间全都涌了过来 我被他们围在中间 喘息不得 在那些各异的眼神中 有好奇的 担心的 幸灾乐祸的 可我记得最深的 仍然是英雨景的 他竟然是恐惧的 可在我的记忆里 他明明是个什么都不怕的人 刚在一起时 我特地领他去看恐怖片 结果自己被吓得半死 扑进他的怀里 他却只顾着乐 他说 于子静 你胆子可真小 就你这胆子 还敢跟我在一起呢 和他在一起 我几乎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和勇气 我赌了一把 可惜最后还是赌输了 他是个多厉害的女人啊 他什么都不怕 可居然 在我晕倒的那一刻 我在他的眼中 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恐惧 睁开眼 英雨景睡在一侧 面容是记忆中最初的模样 我只是抬了抬手 他就醒过来 卫视粉黛 苍白的 毫无血色的面容上 满是担忧 他急迫地伸出手 握住我的手腕 子静 你还好吗 我抽回了手 他的手落了空 在空中微微蜷缩着 最终 无力地放了下去 他手足无措地说道 你昏迷了一天一夜 医生说你的状况 已经很糟糕了 不建议你再出院 我跟公司请了假 推了几个综艺 这段时间在医院陪你 我忍不住吃笑出声 不必了 何必浪费你的工作机会来陪我 在医院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过是陪我等死而已 英雨景的眼眶 只在一刹那间变红了 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他死死地掐着自己的掌心 直到感觉到痛意 才勉强平静下来 询问我 他的双眼燃起两分吸气 他有些紧张地点了两下头 说你说什么都可以 那把离婚办了吧 我说 黑暗中 英雨景好不容易挺直的背 又再次搭了下去 他蜷缩着 坐在那里 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可明明在这段感情里 可怜的人是我 他有什么好可怜的 我不要冷冷一笑 神色漠然 英雨景 活着一生 我只剩下最后两个愿望 一个是拍完手上的这部电影 一个是和你离婚 难不成 这两个如此简单的愿望 你都没办法满足我吗 英雨景僵硬地坐在那里 两久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离开了 才听到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响起 他说 紫静 我很抱歉 没能早点发现你生病了 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 你是不是在怪我 怪我沉迷于工作忽略了你 怪我陷入戏中无法自拔 是我不好 只顾着拍戏 却忽略了你的感受 他几乎是急促地解释道 为了你 我可以跟粉丝宣布退出娱乐圈 你别 你别不要我 好不好 借着月光 我看到有泪水自他的眼角滚落下来 他看上去那样楚楚可怜 认识谁 忘了心肠都要软了几分 可我没有心软 因为对他的感情 早在那一次又一次的折磨与欺骗中 消失殆尽了 我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 轻声道 阴雨景 我们没可能了 为什么 他情绪激动地站起身来 红了的眼眶中饮满泪水 他十分慌张 慌张地伸出手 试图抓住我的胳膊 却被我躲开了 他哭着 几乎歇似底里地之问我 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 你还想要怎样 我说 你看 你还是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离婚 他茫然地望着我 雨景 你应该从来没想过 我有招一日真的会离开你吧 哪怕是在我跟你提了离婚之后 他的眼神中 闪过被说中的手足无措 没有 我 我打断他 在这段感情中 你觉得你好似神之 而我是永远敬仰你的信徒 所以哪怕我提出离婚 你也觉得这只是我闹脾气的一种方式 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 深到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所以当你得知我得了癌症后 你慌了 因为 我好像真的要离开你了 可你不知道 即便我死不了 我也不会再留在你身边 阴雨景浑身一颤 脸色煞白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不觉得 还是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仍然借用着什么 入戏体验派来欺骗我 欺骗你自己 给自己一个适当的理由 堂而皇之的出轨 我失笑一声 和我在一起 真的有那么无聊吗 子敬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 阴雨景急迫的想要解释什么 可话到了嘴边 他又一瞬间 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他知道 我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他就是在假借拍戏 满足自己寻求刺激的心理 他以为骗过了自己 就骗过了我 骗过了全天下人 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一直都在 PV自己 我觉得 身为明星的丈夫 就应该支持他的事业 可明明 入戏的方式有那么多种 他却偏选择了 最让我难堪的那一种 我闭上眼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你走吧 以前 他们都说我是接盘侠 我没认过 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是有点道理 英语景浑湿一颤 攀软着坐倒在床边 他正正地望着我 眼泪不断地 从心红的眼眶中滚落出来 他委屈至极 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 我轻轻道 死之前 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我还是选择了出院拍戏 这个时候 我的身体状况 已经非常不好了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被我骂走的英语景 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不仅如此 他进了我的组 当了一个万人嫌弃的反派女配角 那个角色 我找了很多女明星 都不愿意出演 他却接了下来 他的经纪人特地给我打来电话 你要死就死 别牵连余景 他现在是不接触了 女主之外的角色的 你让他演个反派女配 是什么意思 手机被英语景抢过去 他朝着经纪人大发雷霆之怒 这货是我自己要接的 你没资格管我的事 我随时都能把你给换掉 手机被他狠狠地砸向湖面 我只觉得疲惫 谁知 真的演起戏来 他比谁都拼命 这位女配的前妻过得很惨 吃猪时 挨暴打 他一一全都扛过去 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网友都说他疯了 我也觉得他疯了 直到那一日他喝醉酒 闯进我的房间 他死死地抱着我 在我的怀里哽咽道 紫禁 我这样惩罚我自己 你会不会觉得畅快一点 你能不能原谅我最后这一次 我发誓 以后我退出娱乐圈 再也不拍戏了 我跟你一直在一起 好不好 我只是默然地拉开了他的手 反问道 什么时候跟我去离婚 我不想死了之后 你的名字仍然跟着我 让我死不瞑目那天晚上 英语警喝到未出血 跑到大街上发疯 被人拍了下来 借此切口 我和他的故事 也由此被狗仔添油加速地报道出来 酒店被狗仔团团围住 他被网友骂成了筛子 说得好似食恶不赦的坏人 网友们都在叫嚣着 让他滚出娱乐圈 这样的阶段 他本该好好地待在酒店 他却戴了个口罩帽子 就冲了出来 来找我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很缓慢地说道 不是说要去离婚吗 今天就去把我和英语警 顺理成章地结束了这段关系 那个时候 电影的拍摄已经尾声 我的生命 也即将走到尽头 杀青那日 我甚至没办法出席了 于是我录制了一段视频 让周刘云可以帮忙 在电影上映的时候 放在最后播放 我把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捐给了福利院 在医生正式宣告我死刑的那一天 我回到了自己很多年 都没回去过的老家 在一个海岛上 结婚那年 我和英语警许下沉默 如果有时间 一定要回去度一个月的长假 可他总是在忙 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 而在生命的尽头 我终于一个人回来了 不过没关系 他回不回来 对于我来说 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死于一个傍晚 那天 我的手机上 有很多英语警的未接来电 还有周刘云发来的微信 他说 电影上映了 按照我的要求 在最后播放了那段视频 英语警在手印里上 哭得不成人形 番外 英语警 电影院的大屏上 紫禁的脸骤然出现 他叙述着拍这部电影的初衷 他说 最初这部电影 是为我量身定制 我是他一切灵感的来源 写下剧本时 他满心满眼都是我 只可惜拍出这部电影时 我不再爱你了 他说 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结婚时 你我许下诺言 说生生事事都要重逢 相爱 相守 可如今现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宁愿从没有认识过你 我甚至在想 没有你 我会不会活得更久一些呢 还有 如果真的有来世这种东西的话 我希望 来的生生世世 连擦肩而过 都不要再有 或许这样 我能过得轻快 幸福一些吧 我想 他说的没有错 我沉迷于寻求刺激的快感中 一次又一次的欺骗自己 我是剧中的人物 我不是阴雨景 我自认为理所应当的一次又一次 背叛这段感情 还给自己找了那样一个华丽的借口 我从来不无辜 他再也不想见我 也是应该的 可我 真的舍不得他 在手印里上 我一遍又一遍的拨通他的电话 得到的却始终是无人接听 我开始疯狂的寻找他 我不肯承认 他或许早已不在人世 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 他的电影已经帮助周刘云 拿下了今年的最佳女主角 影片被送到国外参评 有望取得国内的第一个业内大奖 可我得到的 却是他去世的消息 我终于知道 他最后离开的地方在那里 尽管赶过去 连他的骨灰都没了 他在老家的朋友应他所言 将他的骨灰 洒入了一望无垠的大海里 我在海边待了很久很久 经纪人给我打来电话 你在搞什么 今天晚上颁奖典礼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角色虽然挺恶心 但业界都表示演技不错 最佳女配角应该能拿下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不回去了 我遥遥望向远处的大海 我要去找他的经纪人尸声尖叫 你在发什么疯 难怪我最近觉得 你的精神状态不正常 合着你还真是一直没把他给忘了 你赶紧回来 等拿了奖我带你去看心理医生 这事你别让狗仔发现了 不然 我没有再回答他 而是松开了手 往前迈了一步 我重重的往下摔去 头破血流 却一点都不痛 因为那痛 一点也不及我得知 他将要离开我时的痛 一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 我才知道 什么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可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好像看到他了 他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等着我 尽管 我再也触碰不到他 全文完 再继续